哈喽哈喽 大家好 我是曾苏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路过贵州省碧杰市 一个叫芝京县的地方 我一中发现了一个古城 大家看一下 这个古城非常的大 现在我就带大家去古城里面转一下 非常漂亮的一个古城 那后面有一个雕楼 看到没有 走跟我一起来 哇 这又一栋非常大的房子 那么刘家大院 我们进去看一下 刘家大院 没人住了已经 应该房费挺久了这里 天呐 还有霍花盐 三三又压空空 他这个 雕楼原来是自家的雕楼 好高啊 好高啊 大家看一下 哦 应该是瞭望他吧 古时候 为了防止那个 防贼 防止盗贼 那个围墙也那么高 怎么攀爬 不可能爬上来的 这批应该是后门 我们刚刚 应该是大门 有个地下室 有个地下室 我们看看地下室 哇 看看有什么啊 看到什么了吗 什么呀 有阴暗潮湿 而且 有一种臭臭的味道 后面不用去 这个 大院 应该就是 原池的 以前就有了 看这些做工 就一点也没有 现代化的痕迹 这些柱子啊 都是以前的原木柱子 你看看 里面没有开呀 这个看起来不像 有现代化 加工的痕迹 这个姐姐不知道是不是当地了 我们过去问一下 怎么读啊 上面两个字 怎么读啊 上面两个字 哇 这个主大门 这木门呢 真是厚实啊 好 非常漂亮 来我们这里上去 这里上去 看起来 咖啥 非常延迄 这边有人住吗 我们应该是走下面 走下面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这是一个非常原池的一个古城 现在还没有一点商业的味道 朋友们有一幅棺材 大家看 大家看 有一幅棺材 看见了吗 建官发财 对的是棺材 没错吧 这个应该是绝对是空的 绝对是空的 非常颜汁颜味的一个古寨 这个不叫寸 这个是寨子 在我们那边南方地区就说 这个是村 可以这么说吧 基本上现在每个房间里面应该都放着有棺材 这个是代表吉利的意思 建官发财嘛 所谓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在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